曾經在2011年被亞視誤傳死訊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11年後,根據新華社消息 今日仍不在上海因為白血病 並發多重器官衰竭,搶救無效細細,中年96歲 官方形容,江澤民的細細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呼籲化悲痛為力量,繼承他的位置 不過,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公開悼念 有網民分享,在微博只有藍V 即是有應證的帳戶才可以發表評論 普通用戶就算轉發官方消息都嫁不到自己的意見 而一些中國官方網站和搜尋網站百度感都轉了黑白界面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氣象局網頁都一樣 不過依靠顏色去看降雨量的雷達圖像 剩下黑白兩隻顏色 看來澳門這幾天都一定是天朗氣清精神爽力了 好,接下來先看一看片 這種沉默和眼神的迴悲 就好像在問另一半 我們什麼時候結婚啊? 但他不想,不懂得反應的狀態 請你重複人的問題 那當然啦,這裡就不可能 一來這位有戰狼外交官之稱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是已婚 一來問問題那位是路透社的記者 而問題就是 趙立堅聽到之後 罕有感遲疑了30秒 叫記者重複多次問題之後 再想了20秒才回答 已經談到的有關情況與事實不符 因為烏魯木齊致命大火 引發中國民眾表達對防疫政策不滿的白紙運動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這段時間 就成為中國民眾的報料平台了 今天凌晨上載在廣州海珠區發生的 民眾和警察衝突畫面 在不同的影片都見到 有民眾向警方投擲玻璃瓶 現場非常凌亂,鐵馬散落一地 另一個視角 見到換上防疫戴白服裝 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 一行五人 由右至左、左至右 井賢排列好之後向前推進 另一條片更加見到 現場施放而似是催淚彈來驅散民眾 亦見到有民眾在雙手被扣之下 由大白警察押送離開 根據網友的描述 衝突雖然沒有直接掛著白紙運動的頭涵 但同樣與疫情管控的措施有關 因為物流不可以正常運作 要給高價的出貨費 令到村民不滿而發生 今天廣州多個區發布通告 指疫情防控措施經過改善之後 符合條件的要及時解封 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 應解盡解